嗨 大家 我是Cynthia 我是Ian 那今天的影片呢 是一個What's in my bag 就是我上一次做好像也是一年前了吧 哎呦 然後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我的包也不是我自己選的 而是 Ian在網路上面幫我挑的 你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挑這個包啊 就大小好像還不錯 可以裝很多東西啊 然後 顏色也不錯 就像maroon dark maroon leather 就感覺像你 你平常沒有用這種包包啊 所以就可以用這種包包 然後他的扣子也很可愛啊 好 好 好 他們全名叫做 Jacklyn Mini Brown 這個他不是公式包 但他就是裡面你出門 平常就是 該帶的 需要帶的 都可以裝進去的那種大小 所以我覺得蠻剛好的 我已經把我平常會帶出門的東西 都已經全數 transport到這個包包裡面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到底裡面有什麼呢 有什麼呢 他的開口不是那種拉鍊式的 然後是扣子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設計的 是因為 第一他看起來好像比較有質感 然後第二他會有一種復古的英倫風 所以像這種秋冬的季節 你如果穿一個大衣啊 或者是有穿格子的衣服 整個造型就會很大 然後也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那我們就打開 very 質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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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是iPhone 11的黑色 非常好用 其實我個人換了手機之後 我覺得自己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 廣角打開了我世界的廣度 我剛講這句話好像很有道理 再說一遍 我不要 下一個呢 是一個跟這個包包非常不搭桿的 另外一個小袋子 就是這個 這是我上次去韓國的大創 然後看到他有一系列這個叫做PocoPaco嗎 這個好像才一千還兩千韓元的樣子 就很便宜 那裡面呢就是有梳子 然後我最常用的這個Chanel的Chance香水 你喜歡這個味道嗎 Yes 辛苦你了 然後另外一個之前蠻多人會問的唇膏 我個人很喜歡用3CE的這個Velvet Lip Tint 尤其是這個顏色 他的顏色叫做Taupe 然後這個呢是比較自然一點 他叫做Near 對 有沒有 這個是Taupe嗎 嗯 It's very taupe It's very taupe 另外如果我今天想要我的嘴唇 比較亮亮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E2House的 Shine Chic Lip Lacquer 這個是Red Velvet代言的其中一個顏色 這是放在上面的嗎 他比較像是就是擦起來會亮亮的 給你們看一下顏色 他不是紅色的嗎 是有點粉紅 這是擦在你剛剛那個上面嗎 我可以單單用他 他現在顏色看起來是不是很桃紅 可是他稍微乾掉之後 他的顏色就會稍微再淡一點 然後你的嘴唇看起來就會很有氣色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支 很棒 把他丟在裡面 想戴的時候就可以戴了 是吧 很方便 然後還有一個隱形眼鏡 就是如果哪一天就是 啊眼鏡這樣一個掉下來了 好沒關係 我可以有另外一個可以戴上去 準備得很好 準備得很好是不是 接下來這個呢 真的是我一定要隨身戴的 尤其是 其實不管是春夏秋冬 我都會戴在身上 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他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蚊蟲叮養的植養水 喔 日本的 對日本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很容易被蚊子咬 然後被蚊子咬就會很敏感那種人的話 這個真的很有效 就是他植養 然後防止你去一直抓他 讓他變得更嚴重 這個應該在台灣也可以買得到 不過如果去日本的話 可能會便宜一點 所以可以囤一下貨 真的是皮膚敏感的孩子 必備的一個東西 我幫你亮亮 真的嗎 謝謝 我要亮亮 這個包包就到這裡 下一個呢 是這個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衛生紙 喔等一下 沒有 這個呢 是好自在的衛生棉 那我喜歡他 第一個是他的效果蠻好 就是他吸收真的蠻強 然後又很大片 然後第二個呢 是他的外表 就是跟一般的衛生棉不太一樣 所以你如果就是在外面這樣 啊突然要拿出來 也不會就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大家可能也不會一下子就覺得說 你怎麼拿著衛生棉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要隨身帶個幾片 以防不時之需 Yes 非常好 接下來呢 就是我的卡夾 這個就是我上次在迪士尼弄丟的卡夾 這個卡夾是小CK的 是我們之前去那邊拍攝的時候 公關順便送我們的 所以非常感謝他們 對裡面就是有一些卡呀 跟卡呀 還有卡呀 再來呢 是我的行動電源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沒有辦法忍受 我手機沒有電的人 他就是 一人就是一個 出國不會買SIM卡 然後出門如果沒有電了 就是放開沒有電了 我跟你說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這種個性的話 你會不會很容易生氣 快點 我喜歡他是 他是這種像扁扁的感覺 他雖然沒有到輕巧 但是我覺得他體積算是 還算小的啦 然後他一次可以插兩個USB 然後好像還可以 這個是Type-C吧 所以Type-C也可以用 對 So fancy So fancy Fancy 好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呢 是我的Keychain 這個是我在香港機場的迪士尼店買的 但是你在香港迪士尼也可以買得到 我很喜歡他這個皮革的設計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很有質感 我住的地方 就是現在都沒有鑰匙 所以就是都是空的 我有連了一個 我香港家的那個BB卡 還有我的悠遊卡 你沒有被催眠嗎 接下來我會帶一支筆 然後這個筆是 喔是Press Play的 是我們公司的筆 前面是筆 後面是觸控筆 雖然我有點覺得觸控筆蠻沒有用的 但就是如果需要的話 還是可以用 再用來觸控 對 再來也是我不可或缺的AirPod AirPod真的是一用就回不去了 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過一段時間還是要去充電 有時候聽到一半需要充電 就會覺得還蠻煩的 但 regardless This is amazing 我突然有一個idea I can be your hands You can be my hands Yeah 所以我來拿 然後你就負責講就好了 剩下最後一個東西呢 是我的錢包 喔弄到我了啦 這個錢包呢 是我二姐買給我媽的 然後前陣子我的錢包用了大概四五年吧 就已經有點破破爛爛了 我就跟我媽說我想要去買一個新的 然後我媽就說 你不要這樣子不要浪費錢了 然後她就把它給我了 對 這個是我姐買的一個Burberry的錢包 喔我受不了了 但是我一直很喜歡Burberry的設計跟風格 我有一個算是目標嗎 嗯也不算目標啦 就是我以後想要買一件那個Burberry的封衣 因為我覺得她的封衣真的很漂亮 然後尤其我很喜歡她格紋的設計 所以她的外表大概就是長這樣 然後你打開之後裡面就是有一些我的信用卡 跟我也不知道什麼卡 啊大丈夫です 這邊呢這樣打開就是我的零錢夾 That's right 以上呢大概就是我包包裡面裝的東西 其實我出門的話 盡量都還是帶需要的東西居多啦 東西盡量也是由體積小跟輕便為主 對 那今天的影片呢也是跟Burberry合作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他們的 黑色星期五的折扣訊息 這次的活動會從11月29號到12月2號 然後全館是八折 那這個是他們在全年打過最大的折扣 所以如果對這個包 或是Burberry其他的包款有興趣的話 要記得不要錯過這次的優惠喔 然後另外呢這個我想要送給Ian 我有點不確定他是不是跟這個包一起來的 或是只是純粹品牌給我的公關品這樣 他裡面就是用這樣很有質感的一個小袋子裝起來 然後是一個黑色的皮夾 然後他裡面是酒紅色的 就很符合一眼中浮誇悶騷的個性 謝謝 謝謝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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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那我也稍微搭配了兩套穿搭跟大家分享 我是背這個包包的時候我會怎麼去搭配 這樣子更漂亮的穿搭技巧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Meg或是Sereen之前 我記得好像都有做過相關的lookbook 所以YES 好的希望大家會喜歡剛剛的穿搭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給我一個like 然後喜歡的話也可以訂閱我 關於BeerBeer的優惠資訊我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